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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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雷的觀測平常就是 它是做360度的旋轉 那它會發射電池波 每個方向它就會持續的發射電池波 那電池波發射出去之後呢 然後碰到水滴 碰到建築物 碰到飛機碰到鳥碰到人 通通都會回彈 那板材回去電池波一樣被它接收到 然後就可以根據這些板材 來電池波轉到那些東西的狀態 比如說 上面那塊魚 它裡面含有多少水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指導 我們一定不需要拿一個物料 或是拿個風向風出去乾裡面涼 這就是搖車 我在原來看那個東西 我就可以用這台雷達去測量到 這就是搖車的功用 那它轉彎一圈之後 它可以排一個仰角 所以不管任何高度的魚 那只要經過我車列的設定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它 那它每轉彎一圈排一個仰角 那它掃描當時 搖到360度之後 我們可以指導 不是自從都有對不對 比如說那邊的雨特別高 我看那邊的雨很有興趣 但是這邊可能沒有雨 那我就可以從那一個搖算 做掃描 那這種掃描我們可以是一個扇子 就是像一個扇子一樣 它並不需要轉彎 轉彎60度 它只能針對哪個角度做來回的掃描 為什麼要做這種掃描 它可以變得更密集 轉彎更密集 讓我們資料轉彎更多 那我想這邊給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氣象發展已經非常好 那為什麼台灣會有提到說氣象魚抱不久 為什麼他們會抱不久 其實不是我們氣象魚沒有那個能力 是因為我們的觀察已經是不太高的 我們所接收到的雷達 可能是在海上 我們陸地上有這幾多的轉彩站 但是在海上都沒有 那海上的話 只有它的台風很高 進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用雷達 像這台雷達它的 廠寮範圍可以當150公里 那其實雷達可以到300 這部隊也可以拉到500公里 那台風你知道一個台風的實際 可能就已經到500公里 所以就像主要知道台風的結構 繼續到台風很接近的地方 要不然就只能用衛星 大概知道它的位置 那海上我們陸地上可以做很多的觀察站 所以海上的資料變得非常缺少 那如果大資料可以收集得很好的話 那可能我們遇到體積得很好 好